好 各位同学 大家晚上好 我们接着来讲这个Jungle这个项目 这个框架 上节课我们是实现了这个用户的一个忘记密码 然后呢就是注册账号 这些功能都已经实现了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继承这个用户模型 首先为什么要继承用户的模型呢 就是它这个框架 它自带的一些用户的一些字段呢会比较少 比如说用户里面像这种 它除了这个用户名电子邮件 名称姓氏工作人员状态呢 有的时候我们还有给这个用户的添加 比如说用那个手机号啊 还有些其他的一些字段 要扩展的时候呢 你就要基于它这个用户自带的一些字段 把它继承下来然后进行一个扩展 所以给你一个自由发挥的一个空间和余地吧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模型 在这个账号应用中 这个模型的还扩展了哪些内容 比如说它这里呢就定义了一个用户的一个配置类 就是个人主页吧 就是个人主页吧 这种配置 它呢这里面呢使用了一个一对一的字段 那one to one field 一对一字段 就是它这里这个用户主要的配置呢 它这里指向了一个用户 这个用户呢就指向了这个默认的一个用户 它这个框架自带的默认用户 然后呢加入了另外一个字段 就是出生的日期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用户的一个头像 所以说像它这里像这个用户头像 它这里没有提供的 你比如说这个时候你就要继承它这个模型 然后去扩展了 然后我们就来跟着这个代码来走 然后把这个代码给它实现一下 由于这个时间关系 我这里我就不给大家大概讲一下 我就不给它去每一个都要去敲 我就是用这个模型里面复制过来 首先我们找到这个models 然后这个就是专门定义这个字段的 然后呢它就会直接在数据库的生成那个表 生成你这个类叫什么名字 那个数据库的表就叫什么名字 比如说这个叫profile 就是个人配置主页这里 然后你看这个AI很厉害 它会自动 我现在都没有打 它这个AI它自动给我就已经输入我想要的内容了 这个时候呢 我只要按一个那个tab键 就是大小鞋锁定键的一个 上面的一个按下回车 你看它就是就可以完成我这个想要的内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AI生成的内容 跟书上的内容到底有没有一些很大的区别 然后我们看一下class profile 然后user等于models.121file的 它定义它是一个一对一的字段 然后它引入的也就是settings.usualmodel 就是默认的一个认证用户模型 对这个settings 这个settings就是它将狗里面整个一个框架项目里面的一个设置 其实也指的是指的是也这个也指的是这个文件了 然后呢 这个ondelete呢 就是它如果你是这种外键的字段 它就必须要配这么个场所 ondelete就是在你删除的时候要做什么 这个模型字段 比如说你这个用户删除了 那它这 它这个用户配置 这条数据呢 它要做什么 它这里是做了个几年 删除啊 看过以前的内容的时候 这里还可以加个webs name 就是一个别称 然后呢 我们可以这里写上一个 用户 当然说实在这里没写 我们这个是可以 有个自己可以去扩展东西啊 就是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去扩展 然后呢这个是一个 出生日期 对没错就是为了便于自己的一个区分啊 然后这里是头像 然后打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因为你使用了图片之段 这里一定要导入这个 呃 披露这个 看一下啊 安装这个披露 这个模模块一定要装上 因为我事情已经装过了 其实装的时候也很简单 就在中端这里 啊 在中端这个地方 你看到没有 然后就执行这一条命令 然后呢 它这里就会 install 然后披露 然后就 successful installed 披露 然后就是安装成功 然后这个模块是专门用来处理图片图形的 那么当我们创建一个用户的呃 创建一个用户配置的文件的时候 数据的时候呢 他默认返回的是一个呃 用户的一个什么用户名是不是 就是self 这个self指的是谁呢 就是就是这个当前的这个类啊 模型类 嗯 所以呢 这个就是默认的一个这个这个方法 叫str方法啊 就是内置的一个方法 他默认的方法是用户名创建一条数据的时候 好 然后呢 呃 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编辑这个settings这个文件呢 它还有一个配置这个媒体文件 因为你头像的话你肯定是要上传 对吧 你上传的话那上传到哪里呢 上传到哪个目录呢 啊 这肯定是要指定要指定和告诉这个程序 啊 告诉程序你要放在哪个位置 那么这个配置呢就告诉这个程序 啊 你这个上传的文件是要放在哪里 然后放在哪个目录下面的 那我们这里就可以定义 定义什么呢 定义门媒体文件 啊 媒体文件 上传 的 配置 路径 应该是路径配置啊 那么就是说他默认了就会创建呃 他的路由呢就是在这个访问的路由上就会加一个media 然后呢会然后再放到那个这个项目的一个媒体的一个文件夹下面 我们定义了这个以后呢我们必须得在这个项目的根目录啊这个bass urr下面呢bass urr就是整个项目的一个目录下面 然后呢跟目录下面然后必须你要有这么一个文件夹才行啊好那么这样子就创建创建了这个呢就是当前跟跟目录下面的一个media文件里面好 这里书上是没有讲的但是因为我们自己有经验的所以就告诉你他就是你要告诉他指定你这个媒体文件那个跟目录 好 好那就是在接下来就是现在编辑这个主路由文件 然后在这个书签工程里面的修改代码 像以下代码高链的部分啊就是修改成这样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是呃从这个啊导将狗的模块里面导入了这个设置和静态文件 我们也给他一样的给他导入进来 然后在这里面 主路由啊一定要看清楚他这里是一个mainmain urs就是主路由什么是主路由就是你创建应用的时候 应用名称跟这个包名一致的这里啊 这里穿在这里首先 首先这个是主路由啊这里有个urls文件里面然后给他粘贴 好引路进来了以后呢 接下来就是给他呃你需要的模块引路进来了以后呢 然后就设置一个判断 如果你当前的环境的是属于第八个调试阶段呢 然后呢就把这个路由加上下面这里的一个路由 把它格式化一下 好这个standing是哪里来的就是从 前面这里引入进来的它是一个静态配置文件的一个模块啊 好那么我们再继续接着来看书上 嗯他这也是我们已经添加了一个静态 静态方法帮助这个函数呢服务这个媒体文件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啊creating migration support profile model 就是创建这个牵液脚本 然后我们同样的在这个文件里面我们一样的是在这里工具运行这个呃 managing点评外任务 然后呢make migrations啊创建 脚本 创建印射脚本啊 好那么我们这里就签移好签移完了 最后呢我们还有一步呢就是要 呃给它migrate就是印射数据到数据库里面去 嗯前面这个是创建脚本 这个就是印射数据哈印射签移数据 好然后呢签移数据到我们这个 这个saclite3啊就把数据呢就把它写到这里面去 这么就生成表了啊 这个migrate应该是生成表啊 升到数据库里面生成表 然后上面是创建那个脚本 好 然后这里就完成完成了 完成了呢 然后我们这里呢就还需要一个在呃 呃它每个模型呢 它有一个admin这个文件呢 它用来显示你后台管理的 显示哪些字段用来控制它 呃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里面 我想显示用户名邮件名称 但是我不想显示信事 那我这里就可以进行一个配置了 啊所以它这里主要是用来调控这里的字段 比如说你这里过滤器按什么来过滤啊 这些东西啊等等等等 同时都是通过在这个文件 admin点评完这个文件进行一个设置和调整 然后控制它的一个 你根据你的需要来调整它 然后我们看跟着书生来讲呢 它是也是先创建一个管理类啊 profile admin 然后我们也是先在这里面 创建一个类 profile admin 你看它自动 它自动会给我生成 我们直接按Table键 然后list display就是显示哪些字段 这个字段呢就是指的是我们这个models上面 这里的字段你要显示哪些字段的数据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也是 啊 list display 然后user data of birth 就是生日 然后呢我们这里再还有一个是 raw id 就是原始id raw idfile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这是显示可以使用原始id的字段是 哪些呢就是用户这个字段哈 然后最后呢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定义好了以后 我们别忘了用那个内装饰器 对 用内装饰器呢就给它注册 注册你要注册哪一个模型类呢 注册模型呢就是注册我们这个模型 所以说呢你得把它写上去以后给它导入此类 从这个模型里面给它导入进来 对从这个模型里面导入这个用户配置类导进来 导进来了以后呢我们再来看 你看它这里也是admin.regist 然后是注册注册这个模型 然后最后是manage的py.runserve 就是启动的意思 Ctrl加s我们也重启 我们这里点这个 因为我们有这个编辑器 所以我们就直接点这个重启也是这样的好 这个时候呢它是已经重启了 我们直接点这个路由路径访问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里 因为因为我们呢它是进入这个根目录 所以我们要进入后台必须要加入admin 好加入admin进来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account 就是账号的意思 profile用户配置 然后这里面就会有了 然后你看它目前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数据的 我们可以呢在右上角给它添加一个用户配置 首先你要配置哪个用户呢 我们可以点这个放大镜 选择向有的用户 比如说我就想配置我这个当前 这个admin这个账户呢 我可以点一下 好它的它的那个id是1 那么它出生日期呢 你可以这里日历可以选择 可以是以前任何时候都可以 那么头像呢 你这里就有一个选择 比如说我们随便选择一个文件 比如说就选我自己这个头像 然后呢选择以后我们点保存 好那么我们就成功添加了一个profile admin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 嗯当我们点点这个管理数据 我们发现就有一条数据了 用户谁出生年月日是什么时候 它的头像是什么 然后我们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点击这个头像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这样直接可以预览 直接可以预览这张图片啊 所以说这个就是用这个media 就是media这个行为